Zither Harp 混连时间站在球上的杂技演员 Akobad Albul 他的创作者是西班牙绘画大师毕加索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有一个苗条弱小的杂技少女 踩在一只大球上 他努力地控制着身体试图保持平衡 他的对面是一个坐在木箱上的强壮的男人 他正以严肃的目光注视着少女 这幅画创作于1905年 属于他的粉红色时期的代表作 目前收藏在莫斯科普希金国立美术馆 我们看到画面上两个主要人物有着鲜明的对比 身材魁梧的男人是静态的 而少女则以优美的曲线表现动态 安静的表情与律动的优美 在画面上形成了美的对比 这一时期的画家改变了配色 一种更加明亮的红色 出现在曾经被蓝色支配的画布上 同时他也开始描绘流浪艺人 杂技演员 他们出现在荒芜人烟的郊外 过着独立的生活 下一集我们将会介绍 亨利·卢梭的一个作品 《婚礼时间》 《法国巴黎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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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法国巴黎》